我知道你沒有自行 貨報有人吃飯吃到一半 在店裡大小生 袁瑾立刻到場 這兩名黑白上衣男子 口頭說要配合 卻是和袁瑾一路吵到馬路邊 請你注意你的安全 我們要離開了 沒關係 好 就不一定會請他 都難受了 原本沒有要和他們計較 但兩人卻大聲咆哮罵髒話 袁瑾惹無可忍 回頭最後警告 那你笑得怎麼走了 明明是對警察飆髒話 兩人還裝傻說是在互罵 想當然被當場壓制 他們14號凌晨一點多 相約新北市土城 這間居酒屋吃飯 最後進了警局 袁瑾第一次抵達現場的時候 就給過這兩名男子機會 要他們不要再鬧事 沒想到前腳一走 這兩名男子又開始 騷擾隔壁的客人 最後被帶回警局 32歲送信黑衣男 和31歲何姓友人 疑似在店裡想和其他客人敬酒 被拒絕後大聲喧嘩 原警兩度到場 要求別再鬧事 兩人卻罵髒話 還裝傻說是在互罵 以下又說是在罵空氣 以為這樣有用 還是被妨礙公務送辦 旁邊都是警察 那他當下行為人也是對著警察 就直接的去侮辱 去謾罵 甚至罵髒話的話 那就算他事後狡辯是怎麼樣 那只是他事後狡辯而已 我們還是要以他當下的行為為準 法界人士認為 只要意圖明顯 就算變成不是在罵警察 也沒用 下班上去吃飯 卻鬧事 把自己送進派出所 兩人大半夜當街叫燒 附近居民恐怕 也很想開窗罵人 TVBS新聞叫漢文 郭穎 新聞時報道